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471集 你真想加入剥皮军吗 白小春这会儿心里得意着呢 我白小春会怕 奴隶摆出一幅热血肃杀的模样 似乎谁若敢再说 他一害怕 他就立刻会去拼命 配合他方才扔出拒魂丹后 形成了那让人精心耸目的效果 一时间四周再次寂静 此地城墙上的剥皮军修士 一个个看向白小春时都瞠目结舌 继而目露狂热 就连照天骄也都禁不住的呼吸一宁 他方才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白小春竟反应这么大 挥手间不知灭去了多少冤魂 甚至不仅仅是这里 就连剥皮军范围内那树立的巨大棺果中 也有一道没有几个人插去的目光 遥遥的看向长城 似落在了白小春身上 扮上之后才缓缓收回 我白小春什么没有经历过呀 当初灵溪宗与血溪宗的宗门大战 被我一人阻止让两宗融合 征战整个下游修真界 白小春抬头看着远方身上的铁血速杀之意 格外的明显 而后我更是参与战争之中 与百万修士大军内横行 荣丹西吞玄西就连逆河宗这个名字 都是白某人亲口定下 白小春袖子再甩 有风吹来掀起他的头发 使得这一刻的他气势凌云 逆河宗与空河院之战 白某一往无前击杀强敌无数 更操控血阻之身 强压空河院底蕴之宝 空荣邪术 李道友 你方才是否吃惊白某踏入长城后 对于战争的场面 似乎没有太多恍惚 你现在可知晓了原因 白某修行至今 经历的战事太多了 白小春的脸上 四野都散出坚韧的光芒 尤其是他的目中 在这一刻居然浮现出一抹沧桑 声音也都低沉了很多 他越是如此 那种铁血不畏生死的感觉 就越是强烈 看得四周众人心神在震 尤其是李鸿鸣 更是呼吸粗重了一些 他们不了解白小春 甚至这只是第一次见面 之所以被白小春的模样 气势 以及言辞左右 不是因为他们愚笨 实在是聚魂丹的扔出 轰动了战场 太具有震撼效果 让他们骇然无比 思维质色 甚至长城外 此刻的战场上 那些土著一个个都心惊肉跳 觉得匪夷所思的同时 甚至不敢继续前行 而那些冤魂也都纷纷的退后 小春 是师兄错怪你了 赵天交有些自责 他望着白小春 回忆与白小春相处的一幕幕后 向着白小春抱权 一拜致歉 无妨 师兄你不是第一个认为 我白小春怕死之人 实际上 我的确害怕 的确怕死 因为我害怕自己的死亡没有意义 因为我害怕自己的人生 没有未来 白小春袖子垂下 语气低落下来 心中却是美滋滋的 觉得自己这一次 算是出尽了风头 以后谁还敢说 自己害怕去战场啊 赵天交身体一振 小春 赵师兄 你的心意我懂 不用多说了 眼下战争还没有结束 李道友 此等机会还不下令开战 莫要让白某创造的机会就此消散 白小春昂首 淡淡开口时 李洪明深深的看了白小春一眼 没有多说 右手抬起 向着长城外一指 顿时 这一段长城上的大量法器 全部昏明起来 一道道光柱呼啸而去 更有不少修士飞起 神通术法 五光十死 一时之间 战场轰鸣滔天 那些冤魂试图挣扎 可在白小春不时的扔出拒魂丹下 溃散的无法成群 最终只能不断退后 那一个个巨魂丹 在扔出后 喷喷之声回荡 一个又一个 百丈空旷区域 瞬间形成 看似无尽的魂巢 在这巨魂丹的清理下 不断的被吸收凝聚 凄厉的惨叫 挣扎的嘶吼 更是回荡四方 随着魂巢的锐解 那些凶手以及土著 没有了遮掩 纷纷露出时 根本就抵抗不住 来自长城上 那些法器的轰鸣 死亡如同收割 疯狂的蔓延 对于土著而言 冤魂是他们的根本 驱改冤魂轰击长城 是整个蛮荒的战略方式 可眼下竟失去了效果 他们牺牲颤抖 一个个都觉得 这一次的战争 要比以往诡异太多 略微坚持了一会儿 眼看死亡无法阻止 只能急速后退 原本应该至少会延续到午夜的战争 此刻还没到黄昏 就提前结束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 在薄皮军的修饰心中 都有种匪夷思之感 他们与这些土著冤魂征战多年 还从来没看到对方撤退的如此之快 此阵多谢白道友 看着那些蛮荒的土著狼狈的撤退 李鸿鸿鸿向着白小春抱了抱拳 真诚的开口 长城作为防护之勇 其内的修饰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外出继续击杀 此刻不但是李鸿鸿鸿如此 这一段城墙上的所有剥皮军修饰 都向着白小春抱拳 不用谢我 一切都是为了通天海流域内 我们的同胞 一切都是为了宗门 若真说感谢 也应该是我白小春感谢你们 若没有你们常年守护在这里 又哪里有我们平静的生活 以及安逸的修行 诸位道友 谢谢你们 白小春肃然开口 更是抱拳 深深一半 这番话语 说的碰腔有力 更是情真意切 使得此地众人 对于白小春更为顺眼 有了认同 李鸿鸿鸿更是哈哈一笑 赵兄白兄 来来来 今天一定要让李某安排 我们把酒言欢 李鸿鸿笑着说道 拉着白小春与赵天娇等人 下了长城 一路上态度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热情的介绍长城更是谈论蛮荒 也不是直接把众人送到客栈 而是带到了一处庭院内 车裡 这里是李鸿鸿鸿鸿鸿鸿鸿带 由侍女准备两桌酒 很快的众人就笑谈甚欢 赵秀 外出长城 危机四伏 我知道你们来历不俗 也一定有一些自保的手段 我这里有梅玉剪 是我这些年外出长城 执行任务时描绘的地图 你或许可以用得上 李鸿鸣拿起酒杯 一口喝下后 递给了赵天娇一枚玉剪 多谢 赵天娇凝重的点头 白老弟 我知道你定有红他的心愿 可无论如何 日后有需要李某的地方 你开口就是 李明洪看着白小春 目中露出认同 他是真心对于白小春看重 想要结交 白小春二话不说 拿起酒杯 直接一口喝下 三人对望一眼 再次笑了起来 陈月山在一旁 安静的看着三人 脸上带着笑容 为三人道酒 时间流逝 很快深夜 三人都是结单修士 又都有结交之心 相谈自然逾越 更是相互说出了自身在修行上的一些问题 户补之下都觉得兽意非浅 直至天色渐明 赵天交放下酒杯 目中露出精芒 一身酒气在体内修为的运转下 飞速的消散 这才起身 小春 李兄 赵母要告辞了 希望等我归来时 我们三人还可以把酒言换 说着 赵天交抱拳 在白小春与李弘明的目送下 赵天交与陈月山跟另一桌的几个追随者 彼此道别后离开庭院 由薄皮军的修饰带路 顺着暗路离开长城 去往满荒 他们的几个追随者也各自散去 赵师兄 一路平安 白小春凝望赵天交的背影 对于赵天交他很佩服 佩服对方的修为 佩服对方的心性 甚至内心在这一刻 还差点生起一股冲动 要随着对方一起去瞒荒 这冲动让白小春吓了一跳 赶紧的压了下来 赵师兄有他的道 而我也有自己的路 白小春收回目光 深吸口气 拿起酒杯 喝下里面的最后一口酒 我的路就是回东海城 在其附近找个地方 住个几年再说 这种破地方 我可不想多待 白小春认真思索后 深以为然的站起身 与李洪明告辞 白兄 你既要离去 李某也不久留了 军令再神 日后若有机会相见 你我再去 李洪明没有多说 亲自送白小春出门 在这主城内 向着通往长城内的侧门而去 一路上 出阳抬头 阳光洒落大地 白小春 不时看向长城外的蛮荒天空 在心底 向赵天交 与陈月山二人 送出最后一份祝福后 决然的脉步 渐渐的来到了侧门 走出这里 就离开了长城 踏入归途 李兄 有缘再见 白小春转身 带着感慨 看向李洪明 小春 李洪明迟疑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里更适合你 你不考虑一下加入布匹军吗 你若加入 李某必定全力为你申请 啊 白小春听到这句话 之前内心的所有感慨 瞬间就消散了 甚至心肝都颤了一下 他可不想留在这里 一想到此地的危险 白小春就要赶紧摇头 可琢磨着 自己不能让人看不起 于是常态一声 哼 我也想啊 可惜加入薄皮军 又岂能是那么容易的 我不能让李兄为我劳累 总有一天 我会凭着自己的努力 加入铁血糖 那个 我先走了啊 白小春肃然开口 生怕李洪明再多说什么 赶紧后退 转身就要迈入侧门 可还没等他脚步踏入 有一个威严的声音 似从虚无传来 扩散霸方 你真想加入薄皮军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